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他提了离婚 赵宇却嫌恶地将离婚协议书甩到我脸上 喜欢赌气是吧 行 那就离婚 我看你复婚的时候怎么求我 我捂紧小腹从沙发上滑坐下 擦干脸上的眼泪 一只大手轻柔俯上我的发顶 男人捡起离婚协议递到我的眼前 他的二叔说 和他离婚 我娶你 快 快叫救护车 有人出车祸了 车祸发生的一瞬间 我下意识蜷缩起身体 抱紧了小腹 但还是有血 不断从我的双腿间流出 痛意席卷全身 刺眼的车灯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只能凭借着记忆 从包里摸索到手机 想给赵宇打个电话 我和赵宇刚吵了一架 因为韩月 今天是我和赵宇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原本我们约好的吃完饭 一起去看电影 路上他接到了韩月的电话 要他去机场接他 我气火攻心 和他大吵了一架 他就把我扔到路边 开车扬长而去 手指拨出赵宇的电话 传来赵宇不耐烦的吼声 你闹够了没有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把月月当妹妹看的 你不要整天疑神疑鬼行不行 周宇哥 你别生气了 嫂子她也是担心你 肯定不是故意的 要不你去找嫂子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是韩月的声音 听起来无比善解人意 赵宇的声音也柔和了下来 没事 乖 别放在心上 这么晚了 你一个女孩子打车 不安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赵宇和韩月的声音 被盲音取代 接着只剩下嗡嗡嗡的声音 再往后 我眼前一片模糊 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比身上更痛的 是心理上的痛意 似乎有什么从我的身体中 悄然流逝 被抬上担架后 医生问我 你现在的情况 需要轻功 要签手术之情书 你的家属呢 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我迷茫的抬手 付上自己的小付 这里 原先有我的孩子 而现在一片平坦 什么都没了 我说 知情书给我吧 我自己签 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眼泪沿着眼角躺下 眼前走马观花地 放着我和赵宇的从前 心里仅剩的那点希望 在此刻彻底消失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因为不想让家里人担心 我就没告诉过我爸妈 但赵宇也没打来一个电话 出院那天 也是我自己打车回去的 我失神落魄地下了车 却在别墅门前 看见了站在门前的 韩月和赵宇 看见我 韩月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点脚在他的脸颊上 落下一吻 那周宇哥 我就先回去了 赵宇没躲开 拉开车门 宠溺地抬手揉揉 他的脑袋 我送你 韩月仰头称怪地扫了他一眼 转头时 才恍然一副 刚注意到我的样子 惊讶地捂着嘴 周宇哥 嫂子回来了 他怎么站在门口 他刚刚都看到了 怎么办 周宇哥 嫂子他不会误会吧 我只是刚回国 短时间没改过来 道别的习惯 没关系 不用理他 赵宇温柔地安慰他 抬头看我 也许是我刚出院 脸色过于苍白 他愣了一瞬 但很快 又恢复了那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终于舍得回来了 我在医院住的一个星期里 他却在陪着韩月 以往见到这幅场景的时候 我总会歇斯底里地冲过去 抓住他的衣领 质问他知不知道 自己还是个已婚人士 然而我们的争吵 往往以韩月的霍西尼告终 之后便是无限长久的冷战 到最后还得是我先低头 他才会勉为其难地 对我露出来好脸色 我的心里已经疼得近乎麻木 失去孩子的疼痛 和被背叛的打击 同时压在我肩上 我连歇斯底里质问他的戾气 也没了 只能扯唇笑着反唇相击 是啊 不回来怎么看 你们狗男女狼狈为奸呢 韩月瞬间红了眼眶 躲在赵宇的身后 一副渲染玉气 梨花带雨的样子 周宇哥 嫂子他怎么能这么说我 放心 赵宇低吼一声 愤怒地看着我 你快点给月月道歉 不道歉就这辈子 别想再回来 好啊 我歪头笑笑 赵宇神色正愣了片刻 什么 我说 我深呼一口气 终于将在手术台上 做出的决定说出口 我们离婚吧 那样我就永远不回来了 赵宇愣住 宁眉打亮着我 眼神锐利 似乎能将我戳穿 韩月拉住赵宇的手腕 眼里满是得意之色 却故作善解人意地说 周宇哥 都是我不对 嫂子肯定是在说起话 我去和嫂子道歉 月月 你先在车上等我 赵宇却按住了她 将车门关上 她气急反笑 咬咬牙 大手拽着我用力往回托 放心 无理取闹也有 要个限度 你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我不会一次又一次纵容你 想用离婚威胁我是吗 行 那我就如你所愿 你别后悔 说完 她打了个电话 没过多久 她的秘书就送来一份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摆在茶几上 大抵是失望积攒的太多 此刻我看着桌面上的一叠纸 还有居高临下看着我的赵宇 心里只剩下平静 我接过来笔 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倒是赵宇 她似乎是在发呆 一直盯着我看 眼神锐利地像是要把我戳穿几个洞 张秘书在一旁提醒了她几次 她才迟疑地拿起笔签字 签完后 她起身将离婚协议书一把摔在我的脸上 喜欢赌气是吧 行 那就离婚 别忘了 没了赵家 方家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 我看你想复婚的时候 怎么求我 赵宇转身离开 协议书滑落在地上 我也像是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 小腹隐隐作痛 我吴紧了小腹 从沙发上滑坐在地 抽出纸巾擦干脸上的泪水 一时的冲动换来的是无尽的懊悔 赵宇临走前的话让我想起来 爸妈为了公司欠下的债务 整日整夜愁得睡不着觉 自责的情绪又涌了上来 是啊 方家的债务危机还没过去 还需要大笔资金才能周转 除了赵宇 还有谁能帮我 我捏紧了手指 伸手去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想给赵宇拨电话 脑中已经能设想出来 这通电话拨出去后 赵宇会怎么讥讽挖苦我 一只骨节匀称的手 却按在我的手背上 我愣了一瞬 下意识要抽回手 那只手将地上的离婚协议书捡起 递到我眼前 我抬头便对上一双平静无波的眼 赵四 赵宇的二叔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也不知道我和赵宇刚才争吵的话 他有没有听见 赵四蹲在我面前 黑色眼睛定定地盯着我 语气平和 早和你说了 他靠不住 你不是想要联姻吗 离婚后 我娶你 方家的债务我来解决 我愣了愣 感觉自己好像出了幻觉 听不真切 赵四盯着我的眼 一字一顿 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和他离婚 我娶你 方家的债务我来摆平 认真的样子 给我一种恍然 我们又回到从前的错觉 他又补充了一句 不骗你 我如释重负 低头抱着双腿 将头埋了下去 谢谢你 像是为了落实自己的话一样 我和赵宇领离婚证的当天 他就让人撤了对方家的投资 公司的股东们 吵得不可开交 债主们在楼下将公司 围得水泄不通 嘴里嚷嚷着欠债还钱 我顾此失笔 忙得焦头烂额 我妈的电话 却在这时打了过来 欣欣 你快来医院吧 你把心脏病发作 病过去了 像一记闷雷砸在我头上 我猛地 从椅子上弹坐起来 然而我维持坐着的动作太久了 猛地站起来 大脑因为缺氧 突然一片漆黑 下意识就要往后倒去 一只手从身后扶住我的后背 沉稳得难是香水荡来 赵四江一杯热可可浇到我手里 对上在座股东们 那些如狼似虎的眼神 满条丝里地扯了扯领带 你先去医院吧 这里交给我 叔叔阿姨在等你 谢谢 我自己都忘了 这是我第几次和他说谢谢 拎着包着急往医院赶 我到的时候 我爸刚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 医生说 幸好被送来得及时 没什么大碍 以后注意点病人的情绪就行 不要让他受刺激 即便是这样 我也不能完全放下来心 妈 公司破产的事 我爸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 不停地抹眼泪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个叫韩月的姑娘 今天一早就给你爸打电话 说了这事 韩月两个字 让我心头一跳 我忙回头看 见我爸还没有醒来 才稍微松了口气 她还说了些什么 我妈显然看出来了我的顾虑 也压低了声音 那姑娘还说 你和赵宇离婚了 欣欣 你和我说实话 这是 是真的还是假的 果然 我心下一沉 从小到大 我爸最疼我 凡是和我有关的事 不论大小 她总看得比自己的命 还要重 当初我决定 要和赵宇联姻时 她还告诉我 欣欣啊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不用勉强自己 方家虽然没落了 但还没到了 要卖女儿的地步 是我一意孤行 苦口婆心地告诉她 我和赵宇是两情相悦 她才没再说什么 但在我的婚礼上 还是喝得最鸣顶大醉 也难怪现在她知道了 我和赵宇离婚 会被弃婚过去 妈 这是是真的 我抱着她拍拍她的后背 见她一脸焦急的样子 咽下这几日受过的委屈 悄悄抹了抹眼泪 缓声安慰倒 不过你别担心 我没受什么委屈 就是我不爱她了 我们是和平离婚的 好说歹说 才把我妈给劝住 但我没想到 我爸这一病 记性都变差了 好多记忆全混乱了 像个孩子一样 赵四来看她的时候 她乐呵呵地指着她 对我妈说 我记得我记得她 赵四 欣欣她男朋友 赵四你小子 我可警告你 对我们家心心好点 不然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我妈张了张嘴想说话 我无声地对她摇摇头 将一包纸巾 递给她擦眼泪 赵四握住我的手 我爸说什么 她都附和 和以前一样 赵四虽然人前沉默寡言 但在我爸妈面前 总是格外地有耐心 赵四是赵老爷子的老来子 按辈分 我和赵羽都要叫她一生二叔 在赵羽从国外回来以前 是赵四一直陪在我身边 从小到大 她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好 长得也好看 即使是沉默寡言到了极点 也少不了女生追求 但我很讨厌她 她自己不接受 别的女生送来的情书就算了 还很不讲理地 替我拒绝了别的男生的追求 我气呼呼地找她理论 她就说 放阿姨说了 你不能早恋 不然我会告诉她 告家长告家长 除了告家长 还会什么 正直叛逆期的我一身反骨 最讨厌她对我管东管西 所以在赵羽回国后 我就和她渐渐疏远了 但真要说赵四有什么地方对我不好 那倒是没有 初一那年 我第一次来生理期 被裤子上的血迹吓得手足无措 同桌的男同学 抢走我用来遮挡的校服外套 看我急得掉眼泪 和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 向来都是好学生的赵四 第一次打架 把那个男同桌打碎了两颗门牙 然后顶着被打得轻子的眼 弯腰将校服外套重新围到我腰上 好了 别哭了 放心 我替你打回去了 为此她还被赵老爷子 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也从来没怪过我 很多时候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 不然怎么会每次都能那么及时地赶到现场来帮我 赵四听了后 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手指戳我的脑门 你要是把这么丰富的想象力用到写作文上 也不至于偏科偏到太平洋 数学150 语文75你也好意思说 即便是后来我为了赵羽和她疏远了 她也从来不吝对我施以援手 就像这次 从医院出来 赵四开车送我回别墅 我让她在外面等我 和赵羽的离婚太匆忙 很多东西都还没来得及带走 赵羽约了一群朋友 在客厅开party 音响放的声音很大 在楼下都能听到 我推开门的时候 韩月一手捧着奶油 往她脸上画花脸 两人对视着 眼神黏腻 恨不得长到对方身上一样 我的出现 似乎打断了他们的狂欢 众人齐刷刷向我看来 有人幸灾乐祸地说 宇哥 你看谁回来了 那不是你老婆吗 什么老婆 你们忘了 宇哥已经和她离婚了 充其量只能算个前期 看样子 估计是方家 要破产了 又舔着脸 跑回来求复合了 宇哥 你果然没说错 她就不用红 你招招手 她就能像条狗一样 屁颠颠跑回来 韩月看了我一眼 怯生生地收回手 故作埋怨对众人说 哎呀 你们别这么说 上次都是我不好 才会惹嫂子生气 害得嫂子和周宇哥离婚 他们要是能复婚 我也就安心了 赵宇吃笑一声 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复婚 她也配 众人看向我的眼神 更加鄙夷 保姆刘妈看了看他们 又看了看我 语言又直道 太太 先生肯定是在说起话 您别往心里去 她话没说完 我想起我爸的病情 抬脚冲过去 二话不说 扬手甩了韩月一耳光 她的一声清脆响亮 大抵是我从前 在赵宇面前温顺惯了 谁也没想到 我会突然动手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满堂寂静 韩月红了眼眶 捂着脸 渲染玉气 胆态地往赵宇身后躲 周宇哥 对不起 都怪我 我又惹嫂子生气了 你别和她计较 我冷笑着 反手就要去甩第二巴掌 赵宇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皱眉冷喝 放心 你闹够了没有 到底是谁在闹 我仰头盯着她的眼睛 赵宇 你要不要问问韩月 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爸怎么可能心脏病发作 啊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韩月一声尖叫打断 赵宇愣住 握着我手腕的力道松了松 她回头看着韩月 她说的是真的 韩月眨了眨眼 聂如道 周宇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叔叔有心脏病 我只是想让叔叔劝嫂子 别和你生气了 嫂子肯定是误会了 然后撅着嘴 十分不情愿地和我说了声 对不起 我趁势从赵宇手中抽回手 赵宇立刻防备地紧盯着我 将韩月拉到身后 一副母鸡护小鸡的架势 似乎是怕我再对韩月动手 但我没理她 转身上楼回房间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并不算多 赵宇以前送过我的东西 基本上屈指可数 偏偏不管她送我什么 都要给韩月留一份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韩月才是她真正的妻子 这些礼物我一个没拿 用她的钱买的衣服和首饰 我也没懂 其余的东西 一个行李箱就能装完 提着行李箱下楼时 就听见赵宇的狐朋狗友 在安慰韩月 月月 你别哭了 等下让宇哥帮你出头 嫂子平时最听宇哥的话了 没事 别担心 你已经道过歉了 嫂子气过之后就好 嫂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 众人同时向我看来 赵宇也注意到了 我手里的行李箱 神色沉郁 芳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去哪儿 提醒你一句 我平静地盯着她的眼睛 将从房间里找到的 属于她的那张离婚证 扔到她脸上 我们已经离婚了 少来管我 芳心 你给我滚回来 我转身扬长而去 赵宇在我的身后 愤怒地大吼 赵四还在外面等我 我拉开车门坐上去 一只大手伸过来 在我的脑袋上揉了揉 这样轻易的动作 在我和赵四疏远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现在再由她坐出来 我有些恍神 一张俊脸突然放大在眼前 我下意识向后仰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困在她和座椅之间 鼻尖和鼻尖只有一寸距离 她的呼吸打在我的面颊上 像羽毛扫过 有些痒 男性香水的气味萦绕在鼻尖 不浓 轻烈 她垂着眸 压黑色的长截扑速速落下 慢条丝里地拉过来一旁的安全带 替我扣上 热气冲上脑门 我不争气地红了脸 磕磕绊绊地说 谢谢 赵四挑言扫了我一眼 没应 坐回去后问我 之后打算去哪 和赵羽离婚后的这段时间里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 在公司附近租了套房子 我把地址报给她 赵四皱了下眉 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还是没开口 发动车送我到楼下 我下意识要伸手接过行李箱道谢 赵四却身形一晃 避开我的动作 将行李箱提在身侧 我现在是你老公 即将出口的道谢被打断 赵四转头专注而认真地看着我 你确定还要一直和我这么生分吗 放心 我一时语色 突然就想到他那天和我说的 我和赵羽离婚 他娶我 从小我就知道 赵四言出必行 他从不开玩笑 所以他说娶我 也是真的 但和他疏远 几乎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反应 身份转换得太过突然 我还有些不适应 一直到赵四送我上楼 他将行李箱交到我手里 就要离开 我终于鼓起勇气伸手 拽住住他的手 赵四愣了顺 我以为是我的动作太唐突了 匆匆收回手 他却反手抓住我的手 手指挤进指缝 扣住我的手掌 鲜长的手指带着薄薄剪子 他的手掌很热 热意沿着掌心接触的部位 传递给我 炙热的眼神打在我的面上 原本准备好的话 很不争气地被我咽了回去 不用照镜子 我也知道自己肯定又红了脸 你是想说 外面下雨了 你想请我进去喝杯茶是吗 赵四像是看穿了我的窘迫 顽纯笑着替我解围 我点点头 却不敢看他 侧过身让他进来 很默契 我们谁也没有提外面的晴空万里 和高中的时候一样 赵四做饭 我在旁边打下手 同样是傅家子弟 赵四和赵羽完全是两种类型 赵羽张扬 一向随心所欲 高兴时能开着跑车 在我沿着山路飙车到海边 不高兴时 就会把我辛辛苦苦 做了一晚上的饭菜 全部倒进垃圾桶 而赵四那脸沉稳 以前我爸妈每次出差前 都要把我交给赵四照顾 他知道我挑食 一边嘴上说着 放心你可真难养活呀 一边又会不厌其烦地 把我不爱吃地 挑到自己的碟子里 但也许和大多数青春期的女孩一样 被约束得太久 就越期盼通过一些事情 来证明自己 挣脱束缚 乖张叛逆如赵羽那样的男生 一回国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像飞蛾扑火 不顾一切向他赢了过去 为了追他 我和赵四也渐渐疏远 争吵也越来越多 以前总是和赵四一起上下学的我 每天放学都要抱着书包 去篮球场等赵羽 赵羽喜欢打球 因为长相出众 是很多女生心动的crush 我也在其中 给他送水的时候 我总是坠坠不安 但大多时候 他的目光很少停留在我身上 总会掠过我看向一旁 像是在寻找什么 然后很久终于想起来了什么 才从我手里接过来水 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在找韩岳 赵羽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认识的韩岳 两个人青梅竹马 每次他和朋友去打球的时候 都是韩岳给他送的水 之所以回来后会和我走得近 也是因为我的眉眼 有几分像韩岳 然而当时的我还对此一无所知 仍旧沉浸在心动crush 看向我的悸动之中 但赵四却一改往日好学生的做派 好几次放学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他按着赵羽揍 他应该是很生气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生气的赵四 紧抿着唇一声不吭 按着赵羽的脖子 每一拳都很用力 我手忙脚乱地冲过去 将他们拉开 将赵羽护在身后 拉着赵四的手 让他道歉 赵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固执 没和我说话 也没和赵羽道歉 我扶着赵羽回去上药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竟然看见赵四红了眼 他和我说 放心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声音很低 好像藏着说不尽的委屈 那天之后 我和赵四的关系直转极下 没有争吵 也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心照不宣地彼此疏远 从此见面就成了点头之交 高考后填志愿的时候 我追随赵羽的脚步 填了一所离家最远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出来那天 我酝酿了很久 终于鼓起勇气向赵羽表白 他答应了 很干脆 借着路灯的灯光 一向玩世不恭的他 眼神中多了几分温柔浅倦 他低下头来吻我 赵四来找我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那一幕 我下意识挡在赵羽面前 怕他再动手打赵羽 仰着脸瞪他 赵四 我现在已经满十八了 不算早恋 你跟我妈告状也没用 不知道为什么 回来后的赵四更爱笑了 也比以前更喜欢叫我的名字 他的嗓音轻悦低沉 连名带姓叫我的时候 总会让人心跳漏掉半拍 我眨眨眼 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 手机在这时弹出来条消息 是赵羽发过来的 离婚后我公司和医院两头跑 忙得晕头转向 忘了把他的联系方式拉黑删除 赵羽 放心 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 在事情闹到爷爷面前之前 你赶紧回来 别指望我会哄你 赵四的动作一顿 透过镜子 我注意到他落在我手机屏幕上的视线 连忙将手机扣到桌子上 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还要去公司 赵四揉了揉我的头发 转身回了侧我 第二日下午下班 我接到了韩岳的电话 他在那边抽抽耶耶的 嫂子 你快过来医院吧 周宇哥他 他被赵爷爷打断了腿 从韩岳断断续续的哭声中 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就在今天上午 赵四送我到公司之后 就把我和赵羽离婚的消息 告诉了赵老爷子 赵老爷子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以前赵四惹了我生气 他总会骂赵四一顿替我出头 听赵四那么一说 老爷子当场勃然大怒 不顾赵羽父母的阻拦 皮带沾凉水 硬生生打断了赵羽一条腿 嫂子 你快过来吧 周宇哥也是因为你 才被赵爷爷打的 你就来看看他吧 韩岳声音哽咽 那边似乎传来一声冷哼 如果不是他故意和赵二叔告状 赵爷爷怎么可能会对宇哥动手 我直接挂断拉黑一条龙 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说我爸恢复得很好 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院 我妈喜极而泣 拉着我的手连连嘟囔 欣欣啊 多亏了阿四请来的主治医生 你回去后可要好好跟人家道谢 我有些愣住 心头涌起一股暖意 原来医生是他特意请来的 难怪那天我爸住院 他会那么及时地赶到公司找我 见我一直没说话 我妈看了眼门外 压低了声音和我说 欣欣 我听说赵羽也住院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拍拍他的手呗 妈 你放心 我现在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病房出来后 我在医院的走廊 看见了赵羽 左腿绑着石膏 他坐在轮椅上 韩月在后面推着 远远看上去 一副郎才女貌 恩爱无戏的画面 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韩月弯下腰 贴近他的耳边 赵羽伶俐的眉眼 便在他这些画中柔化了 唇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那是在我面前不曾有过的 大抵是失望真的攒多了 现在再提起来赵羽 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掀不起一点波澜 我正准备装作没看见 绕过他们要出门 韩月却抛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随之而来的是赵羽 他也抬头看过来 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 冷声质问 你来做什么 周宇哥 你别这么说 韩月眼里藏不住幸灾乐祸的笑 善解人意地劝道 嫂子肯定是知道你住院了 心里担心 所以来看你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回来后的赵四更爱笑了 也比以前更喜欢叫我的名字 他的嗓音轻悦低沉 连名带姓叫我的时候 总会让人心跳漏掉半拍 我眨眨眼 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 手机在这时弹出来条消息 是赵羽发过来的 离婚后我公司和医院两头跑 忙得晕头转向 忘了把他的联系方式拉黑删除 赵羽 放心 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 有完没完 在事情闹到爷爷面前之前 你赶紧回来 别指望我会哄你 赵四的动作一顿 透过镜子 我注意到 他落在我手机屏幕上的视线 连忙将手机扣到桌子上 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还要去公司 赵四揉了揉我的头发 转身回了侧我 但我还是听出来了 他语气中淡淡的失落 第二日下午下班 我接到了韩岳的电话 他在那边抽抽耶耶的 嫂子 你快过来医院吧 周宇哥他 他被赵爷爷打断了腿 从韩岳断断续续的哭声中 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就在今天上午 赵四送我到公司之后 就把我和赵羽离婚的消息 告诉了赵老爷子 赵老爷子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以前赵四惹了我生气 他总会骂赵四一顿替我出头 听赵四那么一说 老爷子当场勃然大怒 不顾赵羽父母的阻拦 皮带沾凉水 硬生生打断了赵羽一条腿 嫂子 你快过来吧 周宇哥也是因为你才被赵爷爷打的 你就来看看他吧 求求你了嫂子 你们好歹也是夫妻 你忍心看他一个人在医院住着吗 韩岳声音哽咽 那边似乎传来一声冷哼 如果不是他故意和赵二叔告状 赵爷爷怎么可能会对宇哥动手 行了行了 别管他了 他爱来不来 反正宇哥也不想看见他 我直接挂断拉黑一条龙 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说我爸恢复得很好 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院 我妈喜极而泣 拉着我的手连连嘟囔 欣欣啊 多亏了阿四请来的主治医生 你回去后可要好好跟人家道谢 我有些愣住 心头涌起一股暖意 原来医生是他特意请来的 难怪那天我爸住院 他会那么及时地赶到公司找我 见我一直没说话 我妈看了眼门外 压低了声音和我说 欣欣 我听说赵羽也住院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知道他是担心我还对赵羽 余情未了 拍拍他的手背说 妈你放心 我现在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病房出来后 我在医院的走廊 看见了赵羽 左腿绑着石膏 他坐在轮椅上 韩月在后面推着他 日光从窗外打进来 将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地交叠在一起 远远看上去 一副郎才女貌恩爱无戏的画面 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韩月弯下腰 贴近他的耳边 赵羽凌厉的眉眼 便在他这些画中柔化了 唇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那是在我面前不曾有过的 赵羽在我面前不喜欢笑 总是臭着一张脸 只有偶尔在看手机的时候 才会敏唇轻轻浅浅地笑起来 我之前偷偷往他手机的屏幕上 描过去一眼 他看的是韩月发来的消息 有时是个表情包 有时只是一个眼表情 简简单单的消息 都能让他笑得眉眼弯弯 相较之下 我的大片大片的绿色消息 就显得格外讽刺 大抵是失望真的攒多了 现在再提起来赵羽 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掀不起一点波澜 我正准备装作没看见 绕过他们要出门 韩月却抛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随之而来的是赵羽 他也抬头看过来 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 冷声质问 你来做什么 周宇哥 你别这么说 韩月眼里藏不住幸灾乐祸的笑 善解人意地劝道 嫂子肯定是知道你住院了 心里担心 所以来看你的 他弯着腰 故意很凑近赵羽 嫂子也是一片好心 周宇哥 你别生气了 说是让他别生气 其道的却是火上浇油的效果 先去二叔那里告状 然后兴兴作态来看我 赵羽冷冷吃笑 你以为搬出二叔和爷爷 我就会和你复婚 少做梦了 当初是你自己要提的离婚 想复婚 除非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冷腻着他 语气不善 赵羽 你这条腿断得一点也不冤 赵羽估计是也没想到 以往吵架过后 会在他面前委曲求全求复合的我 此刻会说出这一番话 他的脸上一闪而过正愣 他刚欲发作 却被韩月按住手背 后者装模作样地对我说 嫂子 周宇哥已经因为你住院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啪 不等他说完 我抬脚过去 一巴掌甩过去 韩月的话被堵回口中 一声尖叫 头被打偏了 这一巴掌 我用了十分力气 手掌还因此疼得发麻 我甩甩手 扫了眼坐在轮椅上 还没反应过来的赵羽 对他说 这一巴掌是不上次的 我劝你最好安分点 现在他可护不了你了 说完 我扬长而去 身后传来韩月的哭声 和赵羽气急败坏的低吼声 放心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给我滚回来 快点给月月道歉 听见没 我在和你说话 快点滚回来 想到我妈和我说的话 我给赵四发了条消息 问他有没有时间 我想请他吃顿饭 他几乎秒回 随时都有 和以前一样 赵四虽然不苟言笑 但永远不会让我的话头 掉在地上 不论我说什么 他都能很快接上话 然后抛出另一个话题 谈到我和赵羽结婚的这三年 我沉默了下来 他也善解人意地 岔开了话题 最后我又想起来赵羽被赵老爷子打断了腿的事 说 谢谢你赵四 谢谢你替我出头 我不是在替你出头 放心 赵四轻轻地摇摇头 眼眸专注地看着我 声音轻轻地 我这个人很自私 你要嫁给我 必须斩断和他有关的一切过往 赵四的话让我心头一跳 这个时候的他 才真正有了在商场多年淬炼出来的的上位者气度 干脆 果决 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外生 也毫不留情 我知道你今天去见他了 赵四起身 双手撑在桌子上 低头看我 但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放心 我不明白赵四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娶我 也许是因为赵老爷子的催婚 又也许是为了帮我应付我爸妈 不论是因为什么 我都答应了他的 我抿着唇点头说好 和他去领结婚证那天 正赶上我爸出院 赵四将两张结婚证都收了起来 放进西装内侧的口袋 开车带我去医院 电话里我妈兴奋地说 回去后要给我和赵四张罗一桌好吃的 赵四唇角青阳 他一向会说话 一口一个阿姨做的我都爱吃 把我妈哄得心花怒放 我和我妈扶着我爸上车 赵四提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 拉开车门让我爸妈都上车后 我注意到了他额角的细汗 拿出来纸巾伸手替他擦汗 赵四也很配合弯着腰 黑钥匙般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 在我要收回手时 他抬手握住我的手腕 偏过头再掌心落下一吻 谢谢你放心 像羽毛青扫过湖面 荡起连衣 我心跳漏了一拍 身后却在此时传来一声惊呼 周宇哥 那不是嫂子吗 他怎么和赵二叔这么亲密 后面的话没说完 赵羽就拄着拐杖走过来 一把拉开我 愤怒道 放心 为了气我 你就故意勾引我二叔 你还要不要点脸 赵羽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赵四伸手将我带到身后 挡在我和赵羽中间 是嫌你爷爷打你打的还不够吗 两人之间剑拔弩张 火药味十足 我不想多生事端 扯了扯赵四的衣摆 轻声说 麻烦你先上车照顾我爸妈 这里交给我来解决 赵四回头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 那不过我的再三央求 只好拉开驾驶位坐上车 砰的一声 车门被重重带上 放心 你现在就和我回去 赵羽满脸怒气 伸手又想来拉我 却被我一把甩开 我凭什么要和你回去 就凭你是我明媒正确的 说到一半 他说不下去了 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 你也知道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我瞥了眼被他甩在后面的韩月 讥讽地笑 你爱和谁在一起 和谁在一起 我不管你 你又有什么资格 来质问我和谁交往 韩月连忙小跑过来扶住他 责备地看向我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我顺势撸起袖子 眼神威胁地看着他 他就白着脸闭上嘴 不敢吭声了 赵羽像是意识到什么 正开被他搀扶着的手臂 闭了闭眼 难得缓和了语气 月月是因为我这几天住院了 才过来看我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又有什么区别吗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现在再来和我解释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吗 按关系来说 你现在应该叫我一生二神 赵羽不可置信地正在原地 放心 你疯了 为了弃我 你至于坐到这种地步吗 你和他在一起 为了什么 钱吗 你缺钱 到这种地步了吗 我没理他 绕到车的另一侧 拉开门坐上去 扣好安全带 赵羽还在外面 不停地拍着玻璃 放心 你给我下来说清楚 什么二神 你没和他领证 算我什么二神 二叔 你别信他的鬼话 他只是为了弃我 才和你在一起的 他就是别有用心 你别信他 赵四却一脚油门踩下去 发动车子 赵羽一时不备 整个人摔在地上 从后视镜 我还能看见 韩月将他扶起来的动作 别看他了 死不了 赵四凉凉的声音 从一旁传来 我这才注意到 他脸上淡淡的不悦 他这是以为 我在担心赵羽 我收回视线 扭头看了眼 后座的我爸和我妈 我爸还咧着嘴乐呵呵的 我妈则是一脸担忧地 看着我 我对他摇摇头 表示现在不是适合说话的机会 赵四把我们送到家后就走了 我妈笑着招呼他上来 一起用饭 他摇摇头 礼貌又疏离地笑笑 不了 我公司还有事 晚饭可能赶不回来 你们先吃 回去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 即便是疏远了七年 我还是太了解赵四了 一般露出这样礼貌的笑 就代表着他在生气 但我不明白 明明刚才还是很好说话的样子 为什么突然说生气就生气了 他走之后 我妈看着我常叹气 欣欣 你和妈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和阿四结婚 真的只是为了气赵宇 没有的事儿吗 我扶着他往楼上走 边走边说 我和赵宇已经没关系了 和赵四结婚 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那样最好 我妈拍拍我的手背 语重心长 阿四那孩子打小儿 就什么事都埋在心里 但我们做大人的 明眼都能看得出来 他喜欢你 赵四喜欢我 怎么可能 他只是单纯地喜欢管我罢了 我下意识就要反驳 我妈却向陷入了回忆 喃喃自语 我记得你高考结束那年 赵四偷偷来找我 问过你填报的志愿 我打去而问他说 是不是喜欢你 他就红着脸 结结巴巴地说 等录取通知书下来 就和你表白 让我先替他保密 你们那段时间 好久都不一起走了 我还寻思 你们又闹什么矛盾了 害我白担心一场 这事你爸也知道 我跟他说的 他也跟我说你 要是能和赵四在一起 他肯定放心 他说赵四那孩子稳重 从小就让人省心 谁知道你后来 你一声不吭 突然改了志愿 还和赵语在一起了 我愣在原地 眼泪不争气地流下 他原来从那么早 就喜欢我了 我却一直在辜负 这颗真心 晚饭的时候 我都是心不在焉的 给赵四发的消息 他还没回 反倒是一个陌生的小号 对我消息轰炸 是赵语 放心 你认真的 真和我二叔在一起了 为什么把我拉黑 赶紧把我拉出来 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 想养一只猫的吗 等你回来 我可以勉为其难 必带你去选一只猫 放心 回消息 我知道你看见我发的了 别装瞎 你还要我和你解释 多少次 我和韩岳 真的什么也没有 就是普通朋友 你能不能别多疑了 快点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 一条接着一条 我不禁有些恍惚 和赵语在一起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收到 他超过五个字 以上的消息 以往我每次 兴致勃勃地想 和他分享的时候 都只会得到 一个敷衍的挺好的 满屏幕的绿色聊天框 日复一日 消耗着我的情绪 而今再看见 这密密麻麻的 白色聊天框 我只觉得很烦 我把赵语的这个号 也给拉黑了 我妈捅了捅我的手肘 示意我往窗外看 阿四在楼下等你 快下去吧 我手忙脚乱地 提着外套匆匆下楼 赵四站在楼道外 路灯下 昏黄的灯光 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低着头 握着手机 拇指悬在上面 仿佛在下什么重要的决定 却迟迟没有动作 我叫了他一声 赵四 赵四猛抬头看过来 有一瞬惊讶 旋即又变成担忧 手足无措地翻出来纸巾 上前要为我擦眼泪 你怎么哭了 对不起放心 我不是故意不回你的消息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 我冲过去一把抱住他 赵四整个人僵住 握着纸巾的手悬在半空中 身体绷得很紧 你怎么才来 我用手背擦眼睛 仰头看着他 我以为你还在生气 才会不想理我 但眼泪却像不要钱一样 越擦越多 没有不想理你 赵四动作轻柔地用指腹 擦去我眼角的泪 对不起 放心 这次是我的错 我不该一声不吭离开 让你担心了 你放心 不会有下一次了 赵四没吃晚饭 我就拉着他上楼 又吃了一些才回去 他把我送到我租的房子楼下 照常要走的时候 我拉住他的手 鼓起勇气把上次被他抢走的话说了出来 赵四 太晚了 你今晚在我这里休息吧 赵四瞳孔之缩 眼神在我的脸上打亮 像是在确定我话里的真伪 这一次我没有躲开他的眼神 仰头同他四目相对 看尽那双黑眸 手指挤进他的指缝 同他食指相扣 笑了笑 而且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哪有刚结婚就分居的吧 赵四眼中一闪而过慌乱 瞬间红了耳根 看不出来 表面上在商场上雷厉风行的赵四 居然纯情地过分 我挑挑眉 看着他又上前一步 他不自然地用指尖顶住我的眉心 指住我的动作说 好 然而赵羽比我想象中的更切而不舍 我拉黑了他的两个号之后 他又用一个陌生的号给我发消息 下楼 放心 我知道你现在和我二叔在一起 我给你三分钟 你不下来 我就上去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我的地址 但我真的受够了 他总是对我赵之急来挥之急去的态度 赵四还在洗澡 我换了鞋下楼 赵羽拄着拐杖在楼下等我 一见我出来 就烈烈怯怯地走过来 拉住我要往外走 放心你闹够了没有 和我回去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你拉别人进来算怎么回事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我睁开他的手 你自己回去吧 以后也别来烦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又在说什么气话 你不就是想让我哄你吗 我现在哄你 话没说完 赵羽便上前一步 扣住我的下颌 就要吻我 我忍无可忍 仰手一巴掌甩了过去 一记耳光清脆响亮 赵羽被打猛了 愣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捂着肿起来的半边脸 看着我 放心 你居然打我 我冷冷地扫过他那条好腿上 威胁到 不想另一条腿也被打断 以后就别来找我 说完 我转身上了楼 赵四已经洗完了澡 他背靠在窗前 手里攥着一个相框 因为用了力 手背上青筋抱起 长节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见我进来 他抬眼望过来 下意识将相框背到身后 却被我先一步抢走 是我和赵羽 以前出去玩的时候 一起拍的合照 之前收拾行李的时候 没注意看 胡乱就给塞进行李箱了 原本打算有时间就扔了 一直扔在浴室 时间拖得久了 就给忘了 没想到会被赵四看见 他肯定又误会了 当着赵四的面 我将相框扔进垃圾桶里 他的瞳孔震了震 似乎是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 你不是很喜欢 话没说完 他就不说了 闭着嘴 黑亮的眼睛盯着我看 满眼悲伤 看得我心头一颤 鬼使神差的 我又想起来 当初我和赵羽告白的那天 赵四苍白的脸色 我认真地迎视着他的眼睛 赵四 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 我已经放下他了 但他张了张嘴 没回我的话 却抬起手 拇指指腹擦过我的脸盘 落在我的唇角 轻轻抹擦着我的唇 一遍又一遍 动作很轻柔 仿佛是要擦去什么痕迹一样 他说 放心 我看见了 刚刚在楼下 他要亲你 我心头一阵顿痛 原来他是因为这个 才不开心的吗 但你没看到后面吗 赵四摇摇头 他想亲我 但是我打了他一耳光 我让他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了 赵四这下事彻底愣住了 眼睛紧盯着我 缓缓迸发出光亮 缓缓吐出来三个字 为什么 我抬手握住他的手腕 偏头将脸颊贴着他的手掌 学着他今天白天的动作 蹭了蹭 打去而地笑道 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赵四 你该不会再吃他的醋吧 赵四瞬间红了耳尖 手指贴着我的脸颊动了动 似乎是想收回手 却还是一手捧着我的脸颊 一手握着我的腰将我带到身前 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的时候 他却突然低头 捅我额头相抵 鼻尖相贴 就是吃醋了呀 这下还我愣住了 放心 我就是吃醋了呀 语调间带着一抹显而易见的 孩子气般的撒娇 温热的土稀喷洒在我的面上 猝不及防的 照似垂眸望尽我的眼睛 陪你长大的是我 凭什么他一回来 就能抢走你 语调很轻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 无足轻重的小事 却像一记重锤 砸在我的心脏 认识了这么久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 听到这样 坦诚说出自己情绪的话 眼泪不争气地从眼眶一出 我低头扑进赵四的怀里 抱住他 对不起 赵四 再也不会了 因为担心赵宇再过来纠缠 房租一到期 我和赵四就搬了新家 房子是赵四特意买的 离公司很近 为了方便照顾我的一日三餐 他还特意请了一位阿姨 细心地把我的饮食喜好 一一交代给张阿姨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能清楚地记得我所有的喜好 不由地在旁边听得有些出神 以前和赵宇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涉足 所以一直都是我白天上班 下班后还要抽时间做家务 有时候我累得躺在沙发上提不起来力气 他也只是不耐烦地说 不想做就别做 别给自己找借口 所有我对他的好 在他眼里都成了理所当然 下班的时候 我又碰见了赵宇 他的腿看上去已经完全康复了 坐在一辆很拉风的机车上 停在公司门口 说不出的张扬意气 引得过路人纷纷侧目 一见我出来 就对我招招手 放心 这里 声音不小 一时间众人齐刷刷地向我看来 有人窃窃私语 那就是方总的老公啊 看起来好帅 他是来接方总下班的吗 真羡慕啊 他们感情好好 以前只听说方总结婚了 一直没见过他老公 原来长这么帅啊 这俩人也太般配了 磕到了磕到了 是的 我以前还以为他们感情不好 所以一直没见过他们同出同入 现在看起来 那些估计都是谣言了 和赵宇结婚在公司里 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事 只是他以前从来不会来我的公司找我 即便是我加班 加到凌晨两点半 害怕回去的路上会有危险 他也只是说 能有什么危险呢 你打个车 回来就行了 别这么矫情 我还得去送月月回家 然后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当热恋时候的激情退去 他对我就只剩下了不耐烦 或者可以说 他其实对我从来都没有过热恋 仅存的那点温柔 也都是因为我和韩月相向 而施舍给我的 而今 他却又突然出现在我公司的门口 我摸不准他在打什么主意 迟疑地走过去 你来干什么 他把一个女士头盔扔到我怀里 上车 放心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来接你下班吗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这就是他说的哄我 若是放在以前 我是会因为他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温柔 就感动地扑进他的怀中 但是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将头盔丢还给他 不用了 我说过我们已经结束了 以后你别来找我了 说完 我转身就走 放心 赵宇发动机车 绕停到我面前 摘下头盔看我 我这才注意到 他通红的眼眶 应该是这几天都没休息好 下巴上冒出来清灰色胡茶 整个人看上去很憔悴 破天荒的 他在我面前缓和了语气 握住我的手腕 声音也有些颤抖 放心 你别闹了 我知道错了 你和我回去 我们复婚 你不想让我和韩月走近 我也听你的 好不好 还有 我想起来了 方氏集团不是快要破产了吗 只要你和我复婚 我就继续给方氏投资 和赵宇在一起这么多年 因为韩月我们已经吵过不知道多少次架 但他没有一次会向我低头 难得低头一次 我却不需要了 没那个必要了 我冷漠地甩开他的手 从旁边绕过去离开回家 张阿姨替我将外套挂起来 往侧卧的方向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和我说 太太 先生说要去接你下班 一起吃完饭 结果突然就一个人回来了 现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怎么叫他也不肯出来 我心头一跳 他估计是看见我被赵宇 在公司门口拦下来的那一幕 又误会了 站在赵寺房间门口 我抬手准备敲门 门却从里面被拉开 赵寺高大的身影将我笼罩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神色颓唐 我自己回来的 抢在他开口之前 我说 我拒绝了赵宇 赵寺眼神凝重地看着我 突然像卸下了身上的力气 低头轻轻地还住我的腰 轻声在我耳边呢喃 放心 今天晚上和我回老宅见家长 好不好 不行 我下意识抬手撑在他的胸前推住他 赵寺脸上却一闪而过悲伤 这个傻瓜 又在胡思乱想 我刚和赵宇离婚 就和你去见赵爷爷 感觉不太好 赵寺长松了一口气 手掌穿过我的腋下 轻柔地揉了揉我的后脑勺 不会的 我提前和他说过了的 他不会为难你的 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什么都是名正言顺的 我发现七年后的赵寺 越来越会撒娇了 他在我耳边再三恳求 我拒绝不了 只好跟着他回了赵家老宅 赵瑜也在 他坐在沙发上 眼眶通红 目自欲裂地望向我和赵寺 交握在一起的手 倘若眼神能杀人 我和赵寺交握的手 估计都要被他砍下来了 我和赵寺刚踏进客厅 他疼得一下从沙发上弹坐起来 夺步冲到我面前 要来拉我 你不肯和我复婚 就是因为我二叔 放心 别告诉我 你真和他结婚了 为了气我 你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吗 赵寺抬脚挡在我和赵宇中间 满条丝里地从口袋里 拿出来两张结婚证 在他眼前晃了晃 我们已经结婚了 这件事还不明显吗 用我把结婚证贴到你脑袋上 给你看看吗 我愣了愣 赵寺他 怎么会随身携带结婚证啊 不可能 赵宇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欲伸手去夺 赵寺直接收回了手 揽着我的妖逆他 现在他是你二婶 混账东西 给我做回来 赵老爷子气不打一处来 扬起手中的木质拐杖砸了过来 想想 你自己干的那些混账事 再去纠缠人心心 我打断你的腿 拐杖砸在赵宇的后背上 他身形一晃 跌坐在地上 低垂着头 痛苦地抱头哽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放心爱的是我 绝对不可能的 他和二叔结婚 只是为了弃我 他真正爱的还是我 他都爱了我那么多年 原来他也知道 我爱了他那么多年啊 果然还是被爱得有恃无恐 整顿晚饭吃下来 赵老爷子不停地给我和赵四加菜 再三交代赵四要好好对我 赵宇吃了没几口 就被气得啪得摔了筷子离开 那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赵宇的消息了 赵四过生日那天 我和张阿姨瞒着他在家里 给他准备了惊喜 却接到了韩月的电话 嫂子 你快过来吧 周宇哥一直在喝酒 我们怎么劝他也不听 我们都很担心他 他的肠胃不好 你也是知道的 喝不了这么多酒还要喝 你快来劝劝他吧 他现在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 你过来劝他 他肯定听你的话 声音断断续续的 还有嘈杂的音乐声 我没耐心听完 就挂断了电话 韩月又发过来一条视频 视频的画面是在酒吧 灯红酒绿中赵宇趴在吧台 一旁堆满了空酒瓶 他喝得醉醺醺的 表情看上去很痛苦 眼窝深深的凹陷 曾经意气风发的他 此刻却只剩下了颓废 赵宇手里握着手机 屏幕停在和我的聊天界面 嘴里不停嘟囔着 放心 回来好不好 我们 我们去复婚 对 复婚 我们复婚 我发誓 我会好好对你的 赵四在这时推门进来 看见我手机屏幕上播放的画面 惊喜的眼神突然沉了下来 他捏着门把手 指关节被掐得泛白 却还是极力用冷静而克制的声调说 你想去接他的话 现在可以去 张阿姨看看我 又看看赵四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看了他一眼 就去拿搭在沙发背上的外套 然后去换鞋 赵四还握着门把手堵在门口 眼睛紧锁着我的一举一动 倘若眼神有形 我这时候早就被他捅成筛子了 他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张了张嘴 还是没说出来 我在他面前站定 刚刚不是还说让我去找他吗 怎么还堵在门口 赵四抿了抿唇 唇角压得很平 没说话 他沉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才缓慢迟疑地挪开脚步 我却直接还上他的腰抱住他 仰头笑眯眯地看着他 骗你的 我不去找他 赵四身形僵住 一旁的张阿姨仿佛是松了一口气 笑着进了厨房 今天是你生日 我刚刚发现冰箱里没有饮料了 想下楼去买一些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赵四的眼中一点点浮现光亮 像是嫩我没办法一样 屈指在我的鼻尖上刮了一下 小骗子 谁让你刚刚那么大方呢 我杨怒地撑了他一眼 在他腰间轻轻掐了一把 不满地抱怨 还让我出去找他 以前怎么不见你这么大方啊 赵四笑着连连讨饶 手掌包住我的手 放进他的口袋中 我和赵四在楼下看见了韩月 他一见我 就扬起手冲了过来 放心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周宇哥为了你喝得不省人事 你却在这里和别人鬼混 他的手还没落下来 就被赵四握住 一把推开 是我让他买醉的吗 我握紧赵四的手 对韩月说 你这腰有良心 你怎么不自己去关心他 跑他前妻这里 闹事算什么 韩月脸色一白 脸上有些不自然 我心下了然 估计是他在赵羽那里碰壁了 所以跑来找我撒野 我并不想惯着他 如果你再来纠缠 我不介意立刻报警 韩月气急败坏 还想骂我 他的手机却打过来一个电话 是赵羽打过来的 韩月 你是不是去找芳心了 谁让你去找他的 赶紧回来听到没 一开口就是语气不善 我愣了下 赵羽以前对韩月最是温柔 即便是生气 也从来不会用这样冷漠的语气 同他说话 这种冷漠的语气 以前他只会对我发作 韩月脸上闪过一丝难堪 他捏紧了手机 娇称道 周宇哥 你别误会 我只是担心 你喝太多酒伤身体 我们都劝不住你 就想着找嫂子来劝劝你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就在我以为他挂断了电话 又传来赵羽小心翼翼试探的语气 那他 来吗 赵羽以前也喜欢和朋友们聚餐 喝酒 喝到大半夜 我在家里等的晚饭凉了又热 热了又凉 却迟迟等不到他回来的身影 我放心不下他 和他朋友要了地址赶过去找他 却只收到他的冷脸 谁让你过来的 整天管东管西的 像个老妈子一样 放心你烦不烦啊 而现在 隔着空间 韩月作为传话人 他却用这样卑微谨慎的语气 问我来不来 何必呢 韩月眼里跳闪着泪光 显然对赵羽 一前一后 判若两人的态度 给刺激到了 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和赵四转身离开 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路上赵四时不时地看我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在我眼神逼问下 问了出来 为什么不去找他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他吗 甚至为了刺激他 答应和我结婚 我瞳孔一跳 事到如今 他还以为 我是为了刺激赵羽才 和他结婚的吗 如果我说是的话 你会和我离婚吗 什么 我答应和你结婚 是为了刺激赵羽 赵四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脸上几种情绪来回变化 最后应该是注意到了 我狡黠地笑 抬手弹了我一个脑蹦 好啊你放心 又骗我 小骗子 我顺时拉住他的手腕 贴着我的脸颊 还不是某人太爱胡思乱想了 那我都配合你了 你怎么还又生气了 我看着很像喜欢吃回头草的人吗 断了就是断了 他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才是现在 赵四也将我拉进怀里 低头贴着我的耳迹 并脚丝膜 啄了下我的耳垂 言语间透露着无可奈何 说不过你 赵四 你真的好像一个气包啊 下巴搁在他的颈窝 我汲取着从他身上传来的热感 你可以对自己有点自信的吧 现在你才是我老公 你得拿出来正宫的气势 赵四挤背一僵 不可知信地低头盯着我的眼睛看 眼里跳闪着喜悦的光芒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脸上滚烫 不好意思地躲开他的眼神 却被他捏住下巴 只能和他对视 他半垂着长节 越来越近 温热的吐息扑在我的面上 撩动心跳如雷骨 扑通扑通掉个眉晚 我下意识闭上眼睛 却迟迟没等到预想之中的嘴唇上 该有的触感 我睁开眼 对上一双野鱼含笑的眼 赵四屈指 又在我的鼻尖刮了下 笑问 放心 你在期待什么呀 他居然故意耍我 我恼羞成怒地弯了他一眼 做事要从他的怀里正脱开 他却一把收紧了手臂 低头捧着我的脸吻了上来 第二日 我一觉睡到中午 张阿姨告诉我说 赵四已经去上班了 我今天休假 闲得无聊 吃完午饭打算下楼 却又看见蹲在楼道的赵羽 他手里好像拿着一张纸 鼻尖通红 有眼泪从他的眼角落下 落在那张纸上面 却又被他宝贝地擦去 我眉头一皱 收回出电梯的脚往后退 赵羽却在这时抬眼看过来 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 他像不要命的野兽一样冲了进来 双手撑在我身后的电梯壁上 将我困在里面 他看上去比昨晚韩月发过来的视频里 还要憔悴 眼眶一片通红 眼角泛着泪光 挨漆地看着我 放心 我都知道了 以前是我混蛋 我 是我对不起你 你干什么 我愤怒地推他 却被他一把拽住手 他的力道很大 我挣脱不开 他徒手抵着我 还能将方才手里 拿的那张纸给我看 疯疯癫癫地对着我 咧嘴又是哭又是笑 放心 你 你看我在家里找到了什么 我们 我们有孩子了 放心 是我们的孩子 我要当爸爸了 你要做妈妈了 那张纸我认得 是我的孕简单 检查出来怀孕那天 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 想打电话给他报喜 他却和一群狐朋狗友 在陪着韩月过生日 一接通电话 就没好气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 别催了 我知道回去 然后 那边就传来韩月 善解人意的声音 周宇哥你要不先回去吧 嫂子找你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过生日而已 不打紧的 没事 不用理他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说来说去 不就是回去吃饭 整天催催催 像个老妈子一样 他不嫌烦 我还嫌烦 电话 电话以赵宇冷漠的声音结束 到现在 我还记得那天 我捏着运简单 蹲在医院嚎啕大哭的时候 是赵四路过 开车送我回去的 下车的时候 他还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照顾好自己 有事找我 没有人知道 我有多期待那个孩子的降临 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我和赵宇的第一个孩子 我设想过无数次 那会是个多可爱的小生命 我们会是多幸福的一家三口 全在那晚的车祸中成了泡影 思绪拉回到现在 我看着那张运简单 情不自禁地付上自己的小付 赵宇眼含欣喜 也学着我的样子 将手掌付在我的手背上 语无伦次地和我说 我就知道 你不是真的爱二叔的 你和他在一起 只是要气我 我们回去复婚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欣欣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前都是我混蛋 我混账 我不该惹你生气 不该把你丢在路边 不该和韩月走那么近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给你和宝宝 一个完整的家的 说到最后 他的语气近乎哀求 我回过来神 乐乐地看着他 苦笑着摇摇头 不可能了 怎么会 你是想说你和二叔 已经领了证了吗 赵宇勉强扯出来个笑 就算你真的和二叔领证了 又怎么样 你们现在也可以去离婚 我们复婚 怎么会不可能 二叔如果不同意 我就去找爷爷 我们已经有了孩子 那是我们的孩子 爷爷那么想抱曾孙 他知道了 肯定会同意的 就算 就算他不同意 也没关系 我们私奔 我带你去国外 我们再也不回来 赵宇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整个人已经有些癫狂 我掐紧了手指 指甲嵌尽掌心 有点疼 平静地打断他的幻想 孩子已经没了 赵宇他呆正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看 连连摇头 不可能 怎么会 我们有一个孩子 说着 他又把那张运简单翻给我看 你看 欣欣 你看 这是我们的宝宝 医生说他很健康 我直接抢过来运简单 赵宇连忙伸手 我却已经掀他一步 将运简单撕了 放心 你在做什么 赵宇红着眼对我低吼 纸片洋洋洒洒 从我和赵宇中间飘落下 赵宇伸手要接 却一片也没接住 我说 孩子已经没了 我平静地迎视着他的眼 看着他脸上一点点爬上来的崩溃之色 心里却只觉得好笑 还记得你去机场接寒月那天吗 我出了车祸 赵宇瞳孔微致 像是终于想起来了 身形一晃 向后 列起一步大声打断我的话 闭嘴 放心 你给我闭嘴 你肯定是在骗我 我不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假的 绝对是假的 放心 你在骗我是不是 我双手还胸 冷笑地看着他 要不要现在去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 赵宇脸上彻底没了血色 他紧攥着拳头 不应声 却是松开我 蹲在地 我说让他打电话 他却不动 手忙脚乱地捡起散落了一地的碎片 自欺欺人一样 嘴里不停呢 喃着 假的 肯定是假的 放心 你肯定是在骗我 那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第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捡到最后 他像是彻底崩溃了一样 一拳砸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 一米八的男人 在电梯的狭小空间里 哭得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电梯门在这时候打开 赵四一身黑色的大衣站在门口 眼神从我身上扫过 落在还蹲在地上的赵宇身上 就在我以为他又要吃醋的时候 他却伸手拉住我 毫不留情地甩下一句 自作孽不可活 赵四说好了 今天要带我去看电影 他看上去心情很好 系好安全带后 我忍不住指腹勾了勾他的掌心 好奇地问 你今天怎么没吃醋啊 他握住我乱动的手指 歪头用脑袋撞了我一下 在吃醋 又要被某人嘲笑 是气包了 他真的好可爱啊 我忍俊不禁 眨眨眼 偏过脸在他的唇角落下一吻 奖励 赵四眸光微动 他反手扣着我的后脑 骑身将我压在副驾驶位上 细细密密地着咬在我的唇角 唇齿勾缠 气温攀升 轻烈的男士香水味将我包围 见我有些喘不过来气 赵四才须须地松开我 余光往窗外扫了眼 我也注意到了一脸失神落魄地站在车外的赵宇 没等我转头看仔细 赵四直接坐了回去 一脚油门踩下去 甩下赵宇扬长而去 电影是我一直想看的那一部 最近口碑很好 但因为公司比较忙 就一直没来得及看 只是随口给张阿姨提过一句 没想到赵四会知道 奇怪的是 明明是周末 影厅里却只有我和赵四两个人 赵四笑着和我打去 两张电影票的钱 能包场 不好吗 很好 只要是和他一起 做什么都很好 不过赵四似乎对这部电影 不是很感兴趣 期间经常看手机 抿着唇角 我想起来 从小到大 他对文艺片都提不起来什么兴趣 刚想开口说 下次我们换个类型看吧 便听刷的一声 影厅的灯瞬间都熄灭了 只有一束聚光灯 照在我和赵语身上 我心头微动 好像有点明白 他要做什么了 赵四向我求了婚 他说 要不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 婚礼那天出席的宾客很多 赵语也在 一段时间没见 他整个人都消沉了很多 赵语在我面前站定 整理袖子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手腕上 密密麻麻的划痕 想起来前段时间 赵老爷子和我说的 在知道我流产之后 赵语回去就疯了 他把那张被我撕碎了的运简单 一点点用胶带重新粘了起来 放在相框里 每天像看护珍宝一样 抱在怀里 逢人就说这是我和欣欣的宝宝 赵老爷子忍无可忍 让人挑赵语睡着的时候 把相框抽走扔了 第二日赵语发现后 崩溃得大喊大叫 最后直接从厨房里翻出来水果刀 不由分说就往自己胳膊上滑 赵老爷子还是心疼了 担心他真的想不开做什么傻事 就连夜让人把那相框找了回来 赵语才又安生了下来 像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赵语不自然地整理了下袖子 挡住那些难看的刀痕 对我勉强挤出来一个笑 你今天很美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放心 我没搭理他 挽着我爸的手 他又偏头对我爸问好 抱歉叔叔 是我没照顾好欣欣 我爸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不解 皱着眉 你是谁呀 也是欣欣的朋友吗 赵语身形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我爸 抱歉 我爸从那场手术后 就忘了很多东西 我拉过我爸的手 疏离地对赵语说 以前的事就当过去了 你别在他面前提了 赵语顿时红了眼眶 像是终于想起来 我以前说的话一样 眼泪夺眶而出 他嘴唇孽如 思怡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门被打开 我挽着我爸的手臂 往里面走 身后传来赵语断断续续 近乎飘渺的声音 对不起 婚礼进行到最后 我和赵四在思怡和双方父母的见证下 交换戒指 思怡笑着宣布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吊灯的灯光打下来 越发趁着他眉目温和入化 在宾客们的欢呼声中 他低头捅我额头相抵 压低了声音问道 真的想清楚了吗 要嫁给我 我围仰着头 蹭了蹭他的鼻尖 笑着反问 现在还能反悔吗 不能 赵四赌气般抓住我的手腕 像是真的担心我会离开一样 那我想清楚了 我笑着还住他的腰 不反悔 满堂喝彩 我和赵四千着手轮番敬酒 一个身影却在此时突然闯了进来 有刀 他手里有刀 众人乱作一团 赵四下意识护在我身前 紧接着便是一连串尖叫 混乱之中 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好像闻见了血的味道 快 叫救护车 有人被捅了 但眼睛却被赵四捂着 他将我抱紧在怀中 仿佛心有余悸的安抚 别看 别怕 没事的 然而 我还是听见了含月愤怒的声音 放心 你到底和周宇哥说了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要送我去国外 还要撤销对我家的投资 你知不知道 我爸因为这件事 差点要去跳楼 肯定是你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要杀了你 但他喊了没多久 似乎就被人带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婚礼那天 赵宇突然宣布撤销对韩氏集团的投资 逼得韩家请客破产 韩家老爷子受不住打击 想着跳楼自杀 虽然被人发现救了下来 但含月也被逼急了 他认定了是我对赵宇说了什么 所以对我起了杀心 赵宇却替我挡了一刀 韩月被警察带走 后续可能会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刑 在警局做完笔录 赵室捏了捏我的掌心 要去医院看看他吗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也看到了刚刚做笔录时候 赵宇给他发的消息 他问赵四能不能带我去探望一下他 看你自己的意思 赵四揉揉我的脑袋 温柔道 不想去就别去 他的伤怎么样了 赵四愣了顺 脸色有些不好看 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 没死 没死那我就不去看了 我扑痴笑了出声 眨眨眼 同他食指相扣 我们回家吧 赵四 既然早就决定要断了 何必再藕断丝连 他已经成为了过去 而我的未来却在我手上 赵四番外 从我有记忆起 身后就多了一条小尾巴 他叫芳心 很怕疼 脾气也很倔 认准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就像在关于赵羽的事情上 赵羽从小被大哥养在国外 我是父亲的老来子 和他没打过交道 但经常能从大哥口中听说他的事 他们说他在国外有个青梅竹马 叫韩月 两人的感情很好 大哥准备着给他们订婚 但后来订婚的事也没成 韩月对赵羽就是玩玩 追了一段时间就没兴趣了 转头又追了别人 赵羽这个人 从小都是大哥和大嫂捧在掌心里长大的 受尽万千宠爱 受不了别人这么耍他 不肯放下头颅去追韩月 又不想待在国外心烦 就被送了回来 芳心会喜欢上他 是我没想到的 我曾经设想过很多种未来 每一种都有他的存在 我们打打闹闹一起长大 有比常人更多的默契 在一起也是水到渠成的 赵羽却成了我们之间的变数 他的出现使得他的目光开始转移 以往那些给他递情书的男生还好处理 他的目光从来不曾看向过他们 但赵羽不是 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 他的眼神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到他身上 有时候跟我说着说着话 也会突然发呆 我就知道他是看见他了 生平第一次 我体会到那种名为妒忌的情绪 在胸腔里发酵 扩散 将整个胸腔搅动的片刻不得安宁 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就像一只蝴蝶 从我的眼前飞走 飞到了赵羽的面前 我想伸手去抓 却抓不住 回去的路上 赵羽抱着球 有一下没一下地往地上拍着 我问他觉得芳心怎么样 他仰头挑眼看了一眼 仲美想了半天 问我芳心是谁 被我是若珍宝的女孩 在他眼里却连个名字都留不下来 我说就是球场上给他送水的那个女生 他才一脸恍然 长长地哦了一声 二叔 你是说他呀 就那样吧 没什么感觉 长得挺好看的 和韩月有点像 说到后面 他像是意识到什么 懊恼地皱眉闭上了嘴 我知道他是在后悔自己 明明已经回到了国内 明明被韩月耍得团团转 却还是对他心心不忘 以至于把芳心当成了替身 我警告他离芳心远点 他耸耸肩没说话 物字继续拍着球 我却听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玩玩也行 当时没按压住怒火 揍了他一顿 再次郑重其事地警告他 离他远一点 他这才想明白了什么一样 摸了下嘴角的血盯着我看 二叔 你这反应 该不会是你喜欢他吧 我中美警告他别乱说 他回去后就直接把我揍了他的事 告诉了芳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他在和我渐行渐远呢 大概就是从前要我等他 上学放学的他 不再让我等他 从前一到周末就找我出去玩的他 身边陪着的人却换成了赵羽 从来不喜欢运动 连操场都懒得去几次的他 却会为了看赵羽打球 给他送水而跑过去 夏天的太阳很晒 烈日炎炎 我站在球场外 看见他的额头上都是汗 他却没看到我 兴奋地跟着旁边的人群呐喊 口中喊的是赵羽好帅 我和他之间开始争吵 冷战 疏远 就在赵羽再一次说 要和他交往晚几天 就甩了的时候 我没忍住 又揍了他 很不凑巧 刚好被芳心碰见 他二话不说冲上来 让我给赵羽道歉 也就是在那天 青梅竹马的默契 让我们开始冷战 我不道歉 他不理我 我们渐渐疏远 他和赵羽却越走越近 高考结束那天 我去找了他 想和他和好 也想和他表白 然后去同一所大学 这是方阿姨是知道的 她还鼓励我勇敢去做 我们一定能修成正果 我却撞见他和赵羽接吻 他们在一起了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赵羽逃回了国内 我逃出了国外 分开的那七年 我其实也有在关注他的动向 大抵是我心思阴暗 总在心里想着 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分开了 那我就还有机会 一年又一年 他们没分手 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该祝福的 他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但我实在祝福不起来 赵羽不是良人 他承担不起他的未来 很多时候 我开车从他们家楼下路过 都能看见楼上的窗口亮着灯 他们不是在为了含月争吵 就是他一个人站在窗边 落寞又无助 等着赵羽回家 撞见他们争吵离婚 是个意外 我去找赵羽 原本是为了公司的新项目 他是公司的执行总裁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在正式上捅娄子 他们的争吵我 全部听了进去 赵羽将离婚协议书 甩到他脸上 放言威胁他要撤销 对方家的投资 而他坐在沙发上 在他走之后 后背靠着沙发缓缓下滑 坐在地上 离婚协议书撒了一地 他没去管 反而手忙脚乱地去找手机 我知道他是又后悔了 后悔和赵羽离婚 于是我上前按住他的手 我说只要他们离婚 我能娶他 而且能替他还清方家的债务 我承认自己这样 趁虚而入的做法很卑劣 但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不想再眼睁睁地看着他 回到赵羽身边委屈求全 只能用这种方法 将他留在身边 人总会少年时 求而不得的人而困扰终生 放心就是我的求而不得 但好在我最后还是求到了 即使不光彩 我也认了 因为是趁虚而入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提心吊胆 怕他后悔 怕他还对赵羽 于情未了 心心不忘 怕他还想回到赵羽身边 人是贪心的 得到一点 就会想要更多 我将他的人留在我身边 却又得寸进尺地想要他的心 每次赵羽来找他的时候 我都想拉住他 让他留下来 从前的从前我没拉住 只希望而今能拉住 所以一向最不耻告状的我 向父亲告了赵羽的状 毫不意外 他被打断了一条腿 放心如果知道了 肯定会和以前一样记恨我的 他那么喜欢赵羽 但是我没想到 他非但没有讨厌我 反而请我吃饭来感谢我 在方阿姨家楼下 他向我飞扑而来的时候 整个人好像从光里 跑出来的一样 扑进我怀里 他哭了 不是因为赵羽 而是因为我 我一个人吃醋生闷气 让他担心了 将他抱在怀里的时候 我心里兴奋地在冒泡泡 送他到他家楼下 他拉着我的手说 让我留下来过夜的时候 心里那滩水 似乎是被煮沸了 泡泡越冒越多 我知道我终于等到了他 我寻找到这些地方 在冒空时的阳 辽赡羽